当亲就是大家希望在一个最短的时间里 最大范围就去了解一个人 当亲的时候我建议大家 自己少说 鼓励他都说 提前准备好一个特定的场景 去看他是怎么对的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几个超级简单 但是真的很有效的方法 首先我们要看他怎么做 这个小测试 很多人建议相亲的时候 要找一个人少安静的餐厅 两个人可以敞开了聊一聊 但是今天要建议大家来一个反向操作 给你们的见面设置一个小马克 测试一下他的压力状态下的反应 选一家排队很长的餐厅 你可以先表现出有一点饿了 结果你俩走到餐厅慢慢回看 哇 前面还有30多位 啊 前面怎么还有那么多人啊 女生这个时候神不必要做 可以表现出有一点点着急 但是千万不要马上开始想办法 要先观察他的反应 在这种有一点压力和作业的情况下 大部分人都会流露出一个真实的心理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在压力之下的反应 还有他面对突发情况的处理方式 甚至还能看到他在这些情况下 对服务员的态度 是谦和还是蛮横 对待弱者耍横的人自己也是弱者 如果你对他的处理方式感到满意 可以提议再换一家安静式和聊天的餐厅 接下来通过这几个问题 好好地了解他 当然同样的方式 还可以换成 并密室逃脱和剧本杀 主要是看他怎么面对突发状况 去评估一下他是不是你欣赏的类型 这个环节我们可以再找一个 是一个安静聊天的地方 在这个环节当中 我建议姐妹们 少说多听 也不用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 会给对方一种不愧的感觉 而是用一种肯定的方式 并表现出一种很认真在听的状态 试试在点点头 嗯 哦对 就这样啊 去鼓励他继续拓展 说得越多 你得到的信息量就越大 对他的了解越多越好判断 我也整理出了 几个抛砖引誉的问题 去了解他的生活方式 家庭背景 人际情况等等 一了解原生家庭 你可以问他 人家都挺过你啊 这个问题可以问出他家庭的技术情况 包括家庭人口 他与父母的相处方式 和父母的亲密程度 如果他在回答当中 你感觉到他的妈妈比较强势 那你都是他妈妈说了算 那就要警惕 他是不是一个妈妈呢 第二了解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 你可以问他 你平时想通的事情都和谁聊啊 一个人是谁 你为什么特别愿意跟他聊 这个问题可以推测出 他的朋友圈层 还有生活方式 有一个很实用的公式 一个人的真实水平 等于他身边最常往来 六个人的平均值 等他回答完以后 你可以把话题引导在父母上 逼自己先抛出一块砖 其实我心里有太新的事情 都会和我聊 你会和你父母说你的烦恼吗 这个问题主要是看他和父母的相处模式 还有关系 还有他对待父母的关系 他对待父母的关系 大概率是和未来对待 愿父愿母的态度是一样的 所以这点也很重要 第三了解婚恋观 核心要遵守一个原则是 朋友的故事加自己评价 目的是看对方如何回应的 得到他对此事的态度 比如说你想了解对方在婚恋当中的财务看法 你可以说 我有个闺蜜和他男朋友看演唱会的 哎 两年多的感情就不分手了 好可惜哦 我觉得男女之间不用想问得多了 好啦好啦好啦 总之就是你想了解他哪方面的婚恋问题 你就可以以你的朋友为例子 去问到他的想法 nice 最后再跟大家说一句 初次见面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热情 保持适当的距离 这是人之常情 是正常的反应 那种第一次看到就蛇灿莲花 懂得你没看眼上的男人 他有可能是经验丰富的老手